今天很高興和Laven和Laven媽咪談完 發現可能有些懶惰或者習慣不夠好 先坐直一點 Laven說回蘇sir 你答應了我什麼和有決心這三個月怎樣做 大聲一點 我答應了蘇sir在四點前做完功課 我做完功課的時候 我就打WhatsApp給媽咪聽 或者打給她 媽咪回來後會給我兩元利用錢和30GP 晚上就盡快清掉那些墨書 然後就開始重做蘇sir的試卷 是啊 很好 很開心 又有獎勵又有計劃 那你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的目的是為了蘇sir開心 媽咪開心 爸爸開心 還有為了我自己開心 是的 再終極目的要成績再高分一點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令自己開心 入到Band 1就可以有好一點 媽咪我們給點掌聲 這是決心的 你今天說了 你忘記看一條片 然後堅持三個月 去做一個可能人生你最大的project show你的決心給蘇sir看好嗎 嗯 然後媽咪說一下 Naven上我課堂的改變 或者專不專心 開心不開心 態度上可以分享一下 他初初未曾上蘇sir課堂 其實整天想找個方法去教他 有什麼可以更加快進步 後來我們就上網看了蘇sir 就知道原來蘇sir有這麼好的教學方法 令到他更加容易進步 更加明白 跟著他自從大約八月左右上課 跟著其實他是學了很多技術 跟著其實那些超必 對他來說都很有用的 差一點就是個人比較懶惰 所以如果再跟蘇sir這個方法 能夠改進了這個懶惰的漏集 就會更加進步更多 他上次已經超級大進步了 是嗎 是啊 上次因為根據蘇sir的超必之後 數學已經跨進了20分了 好厲害 所以如果他繼續保持著這個模式 可能再令其他方法再進步 好像英文都有進步 英文都進步了10分了 很多的 如果是情分事 所以希望他接下來是跟著蘇sir這個計劃做 這三個月就可以再衝高一點 他喜不喜歡我的課堂 他很喜歡上蘇sir的課堂 其實基本上他可能 早15分鐘之前就說要準備開電路 開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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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拖了 要準備清場 準備開工了 課堂裡面的畫面那些喜不喜歡 他很喜歡近期那個 有個公仔跳來跳去的那個 然後蘇sir那個綠車那個 他又很喜歡 不停在那裡重播 重播又重播 很厲害 是不是 蘇sir做綠車 是的 記住 除了讀書 蘇sir就是說不要發脾氣 有耐性 要堅持 有決心 做好一件小事 決心做好一件小事 就是一件大事 我希望三個月後 會見到一個很積極 很自覺 有決心的Nayvon 跟踢球一樣的 練球 射球 傳球 體能 全部都是要耐性 還有要決心的 我們一起說一聲 一起努力好嗎 小朋友一起吧 1 2 3 一起努力 拜拜